如果你說內需的問題 其實有一個人最受惠的 你可以看得出其實是螞蟻集團受惠 即是阿里巴巴 今天有消息 有來自彭博的新聞 引述知情人士報道 現在螞蟻在計劃重組 其實已經講了一段時間 現在的CEO姓張那個 之前說取代馬雲那個 張勇 現在辭職了 退居二線 被另外一個叫蔡崇銘的人 首先你看看影片報道說什麼 最重要的消息 就是現在螞蟻集團 可以重新上市 最重要的發展 就是因為 其實在早前 就是因為他被罰款 自從罰款之後 幾百億 等一下 看看那裏多少錢 罰得很便宜 71億 對不起 他在月初的時候 被監管部門罰了71億人民幣 自從這樣之後 市場就認為反而是好消息的 雖然是一個歷來最重的一次處罰 但是 其實 你看到 這個雖然是端傳媒引述 彭博說 是代表著 螞蟻集團 長達三年的整改都可以告終 其實不只是彭博說 其實很多外媒都這樣說 即是覺得 你今次可以罰款71億之後 即是你所有的前景 不明確的因素 全部就可以掃除了 70億已經很便宜 當時的雜誌額是去到三百多億 大哥 共同富裕都好像五百億 這些是搶的 明搶的 你現在罰71億其實很閒 即是告訴你 開始開綠燈 開始叫你那些外資 是不是時候要回來呢 最重要的發展 就是說 其實他經過處罰之後 就有機會獲得 中國的金融控股公司牌照 因為之前被人停了 其實這宗新聞 這個消息 其實月初的時候已經傳過 這個是台灣的新聞 裁定罰款308億是要台幣計 所以其實都是71億人民幣 但是其實那時候已經傳了 其實是路透時已經傳了 其實就 他有機會是拿回 那個叫做 那個牌照 是可以上市的 可以IPO復活的 現在彭博的新聞 他現在就似乎 就是更加肯定這一點 現在最新的消息 就是說 螞蟻集團 就在計劃重組 就希望 就可以在香港重新上市 其實他之前 就剝離了很多 那些非核心業務 消息就是說 他主體的實體 主要的實體 螞蟻集團主要的實體 就會在中國裡面 大陸會申請金融控股公司牌照 然後就為香港的IPO鋪路 但是跟之前三年不同 三年之前 原本想著在香港和上海同步上市 但是那時候就突然被叫停 之後就迎來著三年的整改 就很慘情 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實這次的上市 主要是把區塊鏈 數據庫管理 和國際業務 排除了主體實體之後 他核心業務 就會計劃在香港上市 希望可以重新上路 螞蟻可以重新上路的時候 當然也代表 其實你說淘寶 那些平台經濟 無論是滴滴出行也好 都可以叫做 可以重新發展 如果你說要擴大內需的話 首先 你也要令到這些平台經濟 可以放膽經營才行 事實上 上個月 其實馬雲自己都心裡有數 因為我叫你看這篇報道 其實是6月19日的時候 就傳出來的 馬雲現在 他不是公司的主席 退任了 退任了 但是馬雲的影響力依然有在 而且 他雖然一個普通 他是創辦人身份 但是他現在正式的 朵叫什麼 其實是 集團創辦人 純粹叫做 是這樣的 也都說 好像鄧小平 老鄧那時候 就是普通黨員 他也是一個朵 就是中國僑牌協會主席 是啊 但是他不是中央委員 但是 如果你的政治能量高 實力夠強 根本上不需要這個虛狠 但是習近平就不明白這個道理 現在馬雲在螞蟻的地位 就猶如螞蟻裡面的鄧小平 真的可以指點江山 雖然 他上個月 差不多是月中的時間 召集了一些管理層去開會 雖然是很不公平的 雖然不是很正式 等於阿施永清 那時候 走去叫一些經紀 就不要再唱好樓市 一模一樣 是內部會議 內部會議 那天召集了什麼 淘寶天貓集團的 業務負責人開會 其實如果你沒有政治能量 你真是一個阿四 別人展示你有味 別人不理你 你有本事可以召開到會議 叫所有業務負責人開會 你聽你廢話 你廢極有限 正正就是你可以召集到開會 你才反映到你的影響力 這個會議裡面說什麼呢 首先他就說 你現在淘寶天貓 尤其是天貓集團來說 其實你面對競爭 非常激烈 說他面對的經濟形勢 十分嚴峻 首先 內地的經濟下行 消費力信心不足 而且也會持續 他就叫阿里那些電商 回歸淘寶 回歸用戶 回歸互聯網 三大方向 其實主要就是 你之前做的 譬如天貓 天貓其實就是做一些名牌的 或者是做一些高增值高檔的商品 他覺得現在做這些已經不行了 中國本身的消費力已經轉了 你做奢侈品應該不行了 你回歸初心 你不如做回 你以前的強項 就是買山寨物 買山寨物 所以他說山寨物也有貢獻 你看到很多人都走去說 如果你做電商 今時今日 你仍然是說要買正版 你說要買高檔東西的話 其實中國人 無論是說 你窮的那些自然 不要理他 是說城市居民 他們本身的消費力 已經經歷那些三年動態清零 變得非常之弱 最簡單的指標 是紅酒消費 因為紅酒在中國來說 大家是當是一個 上等人才會喝的東西 所以家裡 怎麼都會放一支紅酒 是身份的象徵 但今時今日 那些人還會不會這樣做呢 已經是很多家庭 是不會了 這一個就是中國人 變窮的指標 所以我說 你看什麼 中央工作經濟會的廢話 那些恭喜發財 那些龍馬精神 那些廢話 你不如看馬雲的影響力 好過了 馬雲之所以有影響力 一定是被人放生才有影響力 是吧 他現在開這個會議 是小範圍的溝通會議 沒有明確主題 他說參與者圍一圈在吹水 包括陶天集團各個業務的負責人 那些什麼 就是財務總監 這三位里波行業發展部的三位負責人 就是首席執行官 現在大山 涂天集團首席執行官大山 那些公司已經拆開了 都拆開了 那淘寶直播的負責人的情況 港塞料集團的首席負責人的執行官曼琳 報道形容是馬雲深入交流業務的一個了解業務的交流會 馬雲當時認定淘寶天貓面對節來自拼多多和抖音電商的新武器平台的競爭 其實又是抖音 抖音很厲害 因為抖音是連同大陸的KOL去做帶貨 抖音美女幫忙銷售東西 最好笑的是為什麼他們銷售得這麼厲害 原來是因為人們看到他就知道會有折扣 所以要不斷買 那你還有誰 還有那個德曬年那個 變成大媽那個 葉璇 葉璇 葉璇也跑去做 葉璇 李國倫 你吸了那麼多這些人怎麼跟你鬥呢 那是很難鬥的 所以其實就是回歸基本部 做回天包的沒有搞了 沒有人買奢侈品 如果你買奢侈品的話 反而是會變成重點整改的對象 尤其現在是金融界 他都說要整改金融界 不可以讓你奢侈非美的作風 要反擊這些 更重要的是奢侈品 為何這個LV的主席 他剪了香港的辦公室 直接在上海做總部 是因為他很清楚一件事 不是LV可以用來走資嗎 是 那就說 其實馬雲當時就說 面對這麼多競爭 淘天集團的競爭局勢十分嚴峻 你看看 往日的Loki 柯達 這些 這些手執行業牛耳 這些行業標竿 由標竿到死亡 其實半年到一年就足夠了 互聯網行業更加是 速度可能會更加快 那個衰亡速度 過去阿里奈爾成功的方法論 就已經通通不適用了 所以要全部改掉它 你說這個 不是CEO 又不是主席 說改改改 你都會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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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指明了三個方向 第一 回歸淘寶 回歸用戶 第二 回歸用戶 第三 回歸戶聯網 回歸淘寶自然就會在平台的流量分配中有變化 起碼你可以預期 那些電商收入的模式也會做出調整 他建議陶天集團未來多些做產品更新 那些創新 要結合人工智能 要服務小商家做小生意 其實淘寶以前真的 淘寶的強項就真的帶起了很多人創業 你幫陳小 你最清楚的 就是以前 也有很多 其實做一些大貨 不是大貨 就是做水貨 在香港帶一些水貨回去買 其實是令到很多人發達的 港貨店 港貨店 很記得的 很厲害的 那時候賣奶粉最旺的時候就很厲害 不止 賣奶粉原來不是最厲害 最厲害是賣什麼益力多 你做印刷品 做T恤 這些大單小單通通都殺的 他們是很厲害的 而且你看到淘寶又結合了 他做速大公司 即日印即日送到 你看到以前那些政黨 即香港那些政黨還有選舉 那時候 大家都是光顧一個淘寶 即日就出途 然後 八個小時之內 引起 然後 真是一部車運下來 很快手 但今時今日都沒有這些 其實你真的如果 你說 陶天集團 他著重扶持中小企 其實是真的 即是 大陸那個 經濟活力最大 是來源中小企 如果你說 可以令到他們 更加容易買貨 其實你之後 又要上架 是不是要錢 其實是 慢慢開始 會多了很多收快 因為做大了 近這十年來 你創業 你去淘寶裏面 賣東西 是難了很多 因為他之前 為什麼會有個菜料走出來 就是賣一些 就是給小商家做的 不知道菜料 是什麼 即慢慢開始分流 分流 但很少人去過那些地方買東西 現在就告訴你 回歸小商家 服務小商家 其實就是網上的地攤經濟 可以叫做 李克強 臨下台之前 都已經叫 不如復興地攤經濟 是啊 這個是好事來的 坦白說 如果你說 反起這些東西的話 甚至乎 淘寶裏面 有些 情人出租服務都有 誇誇群 什麼都有的 很創新的 真的很厲害 他們是 為什麼會用黑人 跟你說 生日快樂 那些 就是淘寶 可以令很多事情 不可能 都變成可能 真的很誇張 不知 抖音美女 你好知不知 付300元之後 任何一個恭喜說話 可以直接 Facetime給你 是啊 你可能 你又造就了很多這些 這樣的機會 他們 抖音美女 賺錢的方法 其實是多元化過 香港的IG美女 香港的IG美女 很多時候都是Patreon 賣相片 或者是接廣告 但問題是 抖音美女 他們 在淘寶 又或者其他 不同的平台 裡面 真的被很多 奇形怪狀的服務 有沒有性服務 我們不知道 但是 Facetime 跟你說 恭喜發財 就收兩塊錢 這些東西 真的很好賺 好了 我們說回 開始的時候 說 為什麼現在要開 中央工作經濟會議 其實就是去年年底定調的 那些東西 全補落實不成 你看回 真的很好笑 去年的中央工作經濟會議 我們又看道獨 說什麼呢 什麼 保持流動性充裕 科技創新 戰略要全局出發 又是 來需要在明年的經濟工作首位 簡單說 金融業 又或者銀行 是有錢還 有錢被人提 流動性 是 本身說的就是去槓桿 是啊 你說 要將內需放在突出的位置 首位 你搞了半年都搞不定 那你就會失敗 是不是 嗯 又說 你要找自當頭 要找就業 找經濟 找就業 這些東西 找到你現在 青年失業率 去到40% 那你就又失敗了 是嗎 因為我們 我們剛才也有說過 補膠樓 補民生 這些都壞了 其實是 是嗎 什麼紮實 青年失業 你問那些年輕人 一畢業出來 其實 很多時候 可能是去淘寶創業的 他們 嗯 嗯 是啊 真的失敗 那 好了 那 有些事情要搞 所以 原本 要說拜登彈劾 我想可能要明天才說 好了 我們今天就差不多了 嗯 那明天回來再見 OK 好 拜拜